即爆火全网的灾难得聚种群之后 德国今又一次地将灾难惊悚片拍出了新高度 试想一下 在现如今科技网络如此发达的世界里 如果有一天突然失去了电雨网 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对父子为了寻找刺激 特意选择在大半夜的时候来到公园坐起了过山车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过山车还没跑上一圈 公园就突然停电了 而他们也恰巧大头朝下地停在了轨道的最高处 与此同时 这个女人手持两个气球刚来到火车站 可下一秒 火车站内瞬间漆黑一片 女人见状赶紧拿起手机给两个女儿打电话 可奈何此时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网络 电话根本就打不出 而此时的列车也已停在了半夜 两个小女孩有点小慌 想要打电话联系妈妈 结果不出意外 他们也打不出去 这是一个胖子注意到两个孩子身边并没有家长配同 于是他便主动用手机里面的小杨肖恩与他们搭上了话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一个男人开着车听着歌 可路边的灯光突然熄灭 他见状赶紧踩下刹车 本以为他躲过了一场灾祸 可谁知下一秒 也就是在这时 整个德国的电力系统也瞬间瘫痪 刚刚发生车祸的男人并无大碍 只是额头处擦破了点蹄 救护人员表示要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 可他听后却赶忙拒绝 由于车子需要进行维修处理 所以他也只好不行回家 刚回到家中 一个邻居就敲响了房门 他表示现在既没网又没电 感觉很无聊 所以他便想着与曼查诺下下棋打发一下时间 可就在他想着鲜薇喂鸟的时候 房间内的灯光却突然闪烁了一下 曼查诺见状赶紧打开电表箱看了看 接着他拿起电脑对着键盘就是一顿敲 就在他按下回车键的那一刻 房间内的灯光也瞬间亮起 可两人刚坐下 灯光却再次熄灭 随着串串代码在电脑上不断刷新 这次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随后他看着屏幕上的代码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与此同时两个孩子的妈妈 也回到了德国柏林的内政部 助理告诉他 他们现在根本就找不到断电的原因 在交代好助理帮忙查一下 女儿的列车现在的所在位置后 他便走进了高层会议室 领导啥也不问 直接大发雷霆 我不管什么原因 也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 务必要在一个小时内恢复所有电力 没办法 尼歇尔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可没一会儿一个亚裔就走进了办公室 他很慌 因为现在不光是德国 就连法国英国意大利也接连受到了波及 尼歇尔听后一脸懵逼 立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此时距离突然停电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而过山车上的游客们也一直倒挂在半空中 消防队虽已前来营救 但如何将他们安然无恙地救下来 却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一个女人有点等不及了 连忙解开安全带爬了出来 是的 他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下去 面对下面消防队员的警告 他却充耳不闻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是一定会来的 很快他就两脚一划掉了下去 此时高层紧急会议已经召开 领导得知情况后一脸懵逼 德国电网本应安全可靠 怎么可能会出现 这样突发的大规模停电呢 米歇尔表示 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断电已经造成多起火灾和交通事故 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电梯和地铁里 即使是有备用电源 也只能维持48小时 如果超过48小时 那么这个世界的秩序就一定会大乱 可就在这时一个眼睛男却走了进来 他介绍自己叫瑞斯 是内政管理部的部长 他在来这里之前已经去过电力集团 电力供应商对此持乐观态度 众人听后顿时松了口气 可事实真的会如他所说吗 这边的曼查诺 曼查诺正在向邻居解释那串代码的含义 通过智能电表 电力公司能清楚地看到 每家每户的用电情况 如果没付电费 他们就可以随时限电或者断电 而他刚刚看到的那段红色代码 则是一个断电指令 它就像一个秘密武器一样 可以让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电力系统 瞬间陷入瘫痪状态 曼查诺听后一言不发 邻居建议他们赶紧报警 可他听后却表示着绝对不行 因为他还在缓刑期 难查诺仿佛有什么难言之意 不过最终他还是同意和邻居一起来报警 此时警局内已经人满为患 两人挤到人群后 赶紧对值班警说明了情况 这次停电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 电表已经被不法分子操控了 如果不引起重视 他就会像雪崩一样 缓慢开始迅速崩塌 可对方不胆不信 反而要抓他俩 两人见状赶紧跑出警局 既然找警察没用 那不如直接去找电力公司说明情况 很快曼查诺二人就一起出现在了高速公路上 可开到一半时 两人却发现邮箱快没油了 他们只好找加油站加油 结果可想而知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邮泵根本就用不了 最终曼查诺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自己搭便车去电力公司 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 电力公司门口已经围满了 没有电影响了生活 他们纷纷前来讨要说法 曼查诺见状赶紧趁趁乱溜了进去 在对一名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 对方根本就不信 工作人员听后直接沉默了 接着就把他带到了会客厅 可就在曼查诺表示自己想要喝一杯咖啡的时候 一架武装直升机却突然飞到了这里 他万万没想到 咖啡不但没等来 反而等来了大批真枪实弹的武装特技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曼查诺究竟何许人也 会让他们动用如此兵力